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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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回到第50集 那你有數嗎? 差不多一年,有 你有上我們阿波TV的節目看的 有寫出來的嗎? 原來是減死,我沒看過 今集Woky又回歸回來 有什麼回歸? 不過Bruce還沒在 因為上個星期大家可能都知道 股票跌了很多 Bruce就要努力去上班 去填頭 不知道是不是的 他不在這缺席聆訊 先說他吃錢 很壞 總之現在正在上班 目的就是要賺錢 那不要緊 今天有我和Woky兩位主持 再加一位嘉賓 厲害的嘉賓 大家好 又是博士 我們連續三集都請博士 我僥韓客 今集的博士就是王堅博士 大家好 博士你是哪方面 你是 我是在理工大學 讀工商管理 但是我讀的科目 就是安全管理 所以實質上回到 就是我原本的本行 因為我是工程師 所以基本上 和工程有關 即是工程有關 即是這陣子那些 即是工程安全的話 近來很熱 就是溫州高鐵的車禍 或者好聽些叫動車的事故 你有什麼看法 或者當中 Woky你會不會有興趣 先說香港的基建 又可以 沒所謂 香港基建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工程師 我做的工作和基建都很大關係 過往我們有十年的時間 其實基建的量都比較少 少到什麼地步呢 就是我們最高峰到一千億 最低到不夠兩百億 我這個講的是政府相關的工程 私人那些還未計 一千億和兩百億的關係 你很容易理解 所以有一段時間 大概是2008年 再之前數十年 大家都很肚皮 大家都沒有工作 現實就是 大家沒有工作 就離開 但如果基建 老實說 一個城市 一個國家也是 基礎建設 其實是為了國民的生活 沒錯 其實香港需要基建的位置 其實在哪裡 如果說今天 需要基建得來 就不需要一個 我們用火紅的年代 我們希望一個旺景 比如二十年 都有一個平穩一點的數目 比如保持在現在的水平 六百億 現在再上去 去到一千億 其實也是死得 但其實那個數字 當然 我明白 都理解的 有工程就有數字 沒錯 但我們還有什麼基建 其實是香港人 或者是 香港人 對香港的利益是很重要的 如果 先講本土 本土其實有很多地方 還是有障礙 譬如我們講的 灣仔妖道 我們坦白說了十年 現在叫做終於走近 灣仔妖道 之前大家都如火如荼 討論的高鐵 也是走近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比較大型的 就是西九發展計劃 它是未動的 另外東南九龍發展計劃 現在正在移動的 另外還有計劃很多 譬如沙中線 沙中線現在未正式移動 另外屯門去赤立角的橋 或者隧道 也是未移動的 當然如果講中港融合的 原本的港珠澳大橋 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 有少少的障礙 其實它沒有停了 不過肯定是慢了 慢多少我們不知道 如果以我自己的看法 基建在尤其是沒有東西做的年代 應該要推出來 有很多事情 其他事情做的時候 現在都很多 很坦白 對 實際上現在我們很擔心 一件事就是八萬五重現 什麼叫八萬五重現 我們不是在罵董建華先生 千萬不要誤會 其實我很愛他 為什麼八萬五重現 就是八萬五出現之後 當時不夠工人 大家為了跑數 簡單來說 很多事情 最後發覺原來是短床 大家不記得了 可能是魚翠縣 可能是有些居屋 我住的座都是有些問題的 沉缸不是短座 工程師最後簽名是可以的 不用擔心 如果我們的基建量 現在保持 其實接下來可能有二十年的環境 那些人才會有興趣入行 但如果突然一聲 去到一千億這樣算 除了沒有人之外 沒有人才推現 剛才我說的八萬五重現 最反面的教材出現之外 實質上我們真的沒有人做 沒有人做 結果怎樣呢 我這樣說 工會一定會罵我 喂 會不會真的 import labor 你制不制 我自己個人就不制 但有一件事現實 就是已經正在走緊 就是那些專業人士 因為他不需要 import 他不需要申請 說我特意要在哪個國家 申請什麼人來 總之他有工作來到 因為他是專才 就可以填荒 暫時來說 除非他有一些特別背景 否則政府也不會阻礙他 入境處也不會阻礙他 所以現在香港做的專業人士 我講的是建築師 測量師 工程師 其實很多是非本地的專業人士 慘了 本地的人好像不夠工作 實質上現在都不會不夠工作 現在是很多工作 不過我們講的 如果突然他上得很多 或者落得很緊要 其實到時候那些人就會很慘 聽說建築業甚至乎是有工 沒有人做的情況 就是搶人扯 這幾年把薪酬扯得很高 不是這幾年的時候 是過去一年半載 是特別明顯的 就是金融海嘯之後 金融海嘯之後 可能隔了半年或一年 一個現實就是 以前因為那個基建量勢 我剛才說低到200億 所以很多人離開了行業 而一個從業員 無論是專業人士 或者我們叫skill labor 即是一個有技術的員工 都需要三幾年時間才可以培訓出來 如果我們需要三幾年時間才可以培訓出來 我們剛才說的問題 就是我們最近才砰一身彈 那可以哪裏找人來呢 所以現在我們開玩笑了 我們之前是說有手腳我們請 現在我們開玩笑 沒有手沒有腳可能都要請 這麼嚴重 只要你真的可能做到某些事情 譬如我們現在連輸入的文員都可能不夠 因為你開了這麼多地盤 你都要請一些我們叫skill labor 那你都要請 外面是很多 我們現在請人 我自己是僱主之一 很多時候我們要offer十個位 可能只有一個人來 那個人來一個星期他又會離開 這麼嚴重 他說隔壁給多一糧 搶一糧也很厲害 什麼原因呢 有沒有問過 剛才說的 因為現在的基建量 不是 但如果是skill labor 都是進入電腦 也有一定的少少經驗 有些人需要的 因為你剛剛中五畢業 或者現在可能下年的新高中畢業 他出來和一個做過幾年的 都是叫西卡 是不同的 當然 因為他看文件 譬如地盤有什麼工具 有什麼人物 譬如我們叫西A準 你怎麼譯啊 做開他就知道 或者工程師 原來香港工程師學會有二十種工程師 你試一下幫我列出來 是否薪金不夠 為何會離開 其實永遠都有一個現實 譬如我們以前請的 其實真的很坦白 六七千元 七八千元請到 現在可能去到一萬元 去到一萬元 隔壁的人可能會給萬一 隔壁的人可能會給萬一 隔壁的人是誰 人工高了 所謂的人工高了 如果這樣就好 人工高了 好就是好 但是對於僱主 或者政府 甚至對於整個社會 作為一個整體性 是沒有好處的 你可以想像 那些事情 本來應該是有人去做 現在沒有人去做 或者做了一半就停了 第二個接手去怎樣 第二個接手去怎樣 第二個接手是難一點的 又真是麻煩一點的 但是最後是交給市民用的 交給市民用的 無論我剛才說的 Site Clark也好 或者Site Engineer也好 最終的產品 就是給政府 或者市民用的 如果市民用那樣東西 融一融才發現 中間原來有這麼多東西的瑕疵 這裡的瑕疵可以影響很大 可以都是很失碎的 不用說得遠了 我們政府總部 理論上8月10號就要交貨了 你說交不交貨了 現在立法會都說 要打算不搬著 不搬著又是很頭痛的問題 沙塵滾滾 又是很頭痛的問題 其實也為建築商抱不平 簡單來說 其實最初大家都知道時間很緊 因為50億的項目 絕對不是很小 還有這個我們叫Design and Build 就是設計與建造 其實很多東西 總是跟政府最初想的東西 有一點都不同 你夠膽決定的 我說政府官員 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敢決定 又想一下 甚至我改一點 那就改幾次 一改可能一頭半個月 可能三幾個月 結果建築商 今次已經是全香港最好的 主承建商 他沒有辦法 但以我所知 可能是我錯 如果我錯 你記得要糾正 如果一個承建商 其實當中還會判給不同的分判商 遵守分判商 又再給分判 其實如果這裡判的時候 判得不要再判那麼多層 或者規劃得好些 會不會其實當中節省得好成本 我先理解你的問題 但我想告訴你 你剛才所說的 在這個工地其實不存在 有沒有分判 有 不過那些叫專業分判 例如釘板 你沒有理由叫工程師釘板 那是不是要分判 再簡單一點 冷氣 我們這裡有冷氣 你沒有叫我去整個冷氣 當然有冷氣生產商 其實都是分判 還有我們有些叫預製件 通常在國內 例如東莞、深圳去預製 預製件是一個分判商 運預製件來香港那輛車 都是一個分判商 至於你剛才說 會不會層層分判下去 所謂三沙四沙那一隻 其實在大的項目現在沒有 保養的項目或者小的項目我不敢說 但是大的項目基本上不存在 例如你剛才說的 立法會大樓就沒有這些 整個政府總部 都不正知立法會大樓 有特首辦公室 其實它現在的做法就是 叫做專業管理團隊 我們叫做主承建商 跟著就是專業分判商 做不同的事情 很簡單 例如風火水電各有一個分判商 或者風火水電一個分判商也好 跟著地下設施另一個分判商 另外消防 因為消防有特製的要求 當然 消防有自然一個分判商 之而此類 可能有一間公司比較大些 它有消防牌 有水牌 有電牌 有冷氣牌 它就一個人做四反 其實它都是專業分判 即是它自己再找不同的公司 沒錯 但再強調不是那一隻 我拿回來100萬 我判給你90萬 你再判給你80萬 不是那一隻概念 因為現在大的項目 現在是做不到 因為政府也不容許 但我再強調小的項目 或者我們的保養項目 我難保有這個情況出現 這個就讓政府自己去查 即是現在工程界 缺乏人才或者缺乏員工這個問題 在其他香港其他專業的行業都出現 例如醫療、近年醫生、護士方面的短缺都十分之嚴重 有人認為是因為在剛回歸的時候 政府連連赤字 就斷了一些教育的開支 在那些學額那裏都少了 其實工程介入有沒有這個情況 以及到底現在已經增加了學額 甚至乎我們要知道 未來香港陸續會有很多大型的基建 不斷地動工 政府有沒有就住這個政策上的改變 而再大幅增加工程的學額 以我理解工程學額應該沒有明顯的增加 也沒有必要去明顯增加 為什麼呢 現在的學額是很大的 問題就是很多畢業生沒有入行 他不入行其實就是一個雞與蛋的故事 你吸引不到他入雷 最初因為沒有工程 剛才Roki所說 以前只有200億 現在600億的確確很肥仔 人工肯定加了很多成 很肥仔 但他們會問自己 五年後怎樣 如果新鮮人 即是今年的Graduate 他亦同一個問題 到五年後 他通常五年有機會考刀牌 考刀牌 其實在香港來講 人工真的挺好的 但到時真的沒有工作 考刀牌也沒有用 我們在新機場核心計劃之後 我們叫ACP之後 的確有這樣的朋友 儘管去周身都 但他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工作 去轉行 那些排名變得沒有用 甚至那時候有些人移民 更加大件事 那些排名在當地不適合 所以人工可能由六七萬 跌到剩下兩三萬 很難接受 他們不做工程師 會做些什麼 如果勤力的工程師 永遠有工作 先坦白 我們講的是有一些一般勤力 甚至有少少疏懶的工程師 或者成績不是特別好的 工程師沒有成績很差 因為他畢業 還有考刀牌 我們講專業工程師 或者測量師 或者建築師 或者現在多的圓景師 規劃師 都是講大家只有一個資格 然後講你勤勤力 或者設計上 你願不願意創新 或者你決定上有沒有吉市 因為有時候 你太過沒有吉市 大家千篇一律 其實答案就不道理 因為大公司大大有 小公司小小有 那你是中間的 你就大件事 這就是現實的答案 所以剛才講 如果他吸引不到他入行 這個惡性循環就是 有十個不二生 可能有七個不在這個行業 那你再給行壓也沒有用 但是建造業的好景 或者你覺得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因為我們看到曾蔭權 他提出的十大基建 其實仍然有相當多的項目 是還未完全落實的 那其實他整個好景 會是持續多幾多年呢 分開兩個說法 如果政府的模式不變 三至五年就會達到一個頂峰 我個人估計又會去到一千億 在目前的工作人手是不夠的 因為去得那麼盡 所以跌下來的時間就會短 另外再加多五年 即是八至十年 就抱歉了 如果政府肯現在 重新將一些未出的 慢慢規劃平鋪回去 那我相信 以現在的工作量 去到二十年 應該還有機會 即是你意思是 就算十大基建也好 都不要一口氣推勢 而是應該有規劃 逐個項目 而不是同一時間十個項目 或者幾十個項目 一起推的意思 我是這個意思 但我也要幫政府說一句 政府可能會擔心 我沒有跟他們談過 我現在不推出十件 到時候九件被人阻礙了 我就只剩下一件 他會擔心這件事 但如果我們那個 譬如我們叫consultation 即是public engagement 在一個市場上 我們多談些 做策劃的時候 做得好一點 或者外面有不同意見的朋友 早一點發表他的意見 其實讓政府真的有得規劃 我們現在是沒有規劃 如果他推出十件 太多了 推出五件 五件有四件都能上馬 那就OK了 沒有事情做了 如果我們差十件 起碼分開了2.5個phase 一個phase有五年 2.5個phase已經十二年半 如果我們再來新十大基建 現在已經有些朋友在說 新十大基建 不用理會 新十大基建 為什麼要蓋 其實要蓋的東西都很多 譬如說一個最簡單的 兩件事 一就是舊區重建 第二件事就是我剛才說 保養現在的規劃 是可以再做得清晰一點 然後我們很多的事情 因為我本身做管線多 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好一點 然後如果我們把這個 新十大基建裏 將它變成一個重要的項目 剩下這兩件事 又玩十年了 不過我這個時候 又想提一件事 雖然我政黨背景 都叫做左派 就是叫做社會主 但我又覺得 這個世界有些需要供應 如果那個工程 真是說香港人不需要 其實會不會 因為其實都不需要 所以就自然 可能有些反對 就自然令到它上不了馬 會不會是這樣 剛才講幾樣東西 其實有幾樣我都覺得OK 沙中線 即是大圍至九龍塘段 即是塞到暈的 即是逼到沙天魚 即是你覺得有需要 是的 然後 彎仔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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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就是奶 還有啟德那個 啟德那個 現在要曬太陽 這些很明顯就是 不如起它 但是有些 例如機場新跑道 高鐵 高鐵 其實高鐵賠了款 有些很具爭議 其實就是 究竟我們是否應該反思 那些東西 是不是需要 我自己不是一個 Fortune Teller 我不是一個預言家 不過我純粹從專業角度去想 當年建的新機場 我們叫做 玫瑰原計劃 其實當年很多人 都跟你同一個問法 有沒有那種看法 當年政府拿了一些稅據 他會出來說啟德機場何時飽和 實際上他提早飽和 如果不是因為98年搬去赤立角 這個新機場 其實現在又近乎飽和 我們說到2020年就會飽和 如果當年沒有赤立角 可以想像會怎樣 給一個實際例子 就是英國的希斯路 希斯路在不超過十年前 應該還可能是歐洲第一 今天可能排到第十左右 為什麼呢 當時他的計劃 就說沒有必要 這個排名有什麼實際意思 對於人的生活水準 其實整體的GDP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人流 物流 但地區的人的生活 又不見得很差 如果你說不見得很差 就看你的比較 就是今時今日 如果在香港有一個工作提供給英國的工程師 他就馬上飛過來 什麼叫好還是不好呢 就是純粹比較 今時今日如果我年輕得 不要說二十年 在中國有一個公司提供的人工 是香港的一半 我就馬上飛上去 就是這個遊戲 就是看著所謂的前景 如果我在中國 譬如現在我十萬元工資 中國那邊給我五萬元 其實我未必少了 因為我生活指數在香港是高很多 沒錯 實際數目我少了一半 但我看的更遠一點就是前景 就是譬如我現在在中國 我拿了經驗之後 拿了他們的資格 可能十年之後 我可以做的事情 是比香港會多的 在香港來講 長遠始終都是地方比較小 是要出外求機會的 但是在香港生活的人 沒有了那個基建 又對於我生活有什麼 我想Walky問的就是 如果不建第三條跑道 或者不建某些基建 可能會對GDP的增長有影響 但是這個數字上 但是如果在實質上 生活的質素方面 例如沙中線 我感受很深 從小到大迫到哭 大迴至高等台 如果建立沙中線 我明白到第一個好處就是 起碼回答的時候 不用迫得那麼辛苦 可能甚至那個班次可以 準確一點 去得快一點 這是很實際 對於生活的質素 但是例如高鐵 又例如新跑道 又或者其他基建 其實是有什麼 對生活實際的好處 我想分開兩個來講 高鐵和新跑道 或者可以是新機場 我們知道 剛才說 例如你說高鐵這些 我純粹有一個工程師的知識去答問題 因為我沒有參與研究 如果有參與研究 我給的東西又不同 明白 純粹知識這樣說 現在國內 因為剛才你本來都在問溫州 發生了這個追蹤事件 待會我們都會談 實際上或者我們都可以帶來講 溫州事件 我在發生同一天 我就上了一段片上youtube 我說得比較隱闊一點 我就說相信不是工程設計的大問題 我對自己的族類比較有信心 實際上後來資料都回來了 大概都告訴大家 其實不是工程設計的問題 是一些人為的決定 或者培訓上面出現了一些疏流 但是高鐵本身對整個中國的影響有多大呢 我想我又不需要再去重複一次 因為原本譬如我剛剛今天去廣州回來 我試過最內遊廣州回深圳 六個小時 今天一個小時零三個字 其實已經慢了 因為最高峰其實是55分鐘 為什麼現在一個小時零三個字 不是鐵路開慢了 因為它都是開大約一百六十幾至二百之間 它是必須停三個站 常平、東莞和石龍 以前偶爾是不停站 所以55分鐘 但是怎麼說都好 相對於以前 我說我最內事的坐六個小時 不要那麼恐怖 正常一點 三個小時 它帶來的效益就是這麼簡單 沒錯 這個節省時間就是金錢 我們現在講的高速鐵路 通常大家都分開兩類 一類就是動車類 我們叫高速鐵路 就是高鐵路 我們講的都是類似動車組 即是說它上限速度到250公里左右 這隻車其實我覺得是有必要性的 我覺得是有必要性的 再上一些其實有些奢華性的東西 可以再考慮 這個就不到我決定的東西了 回到香港的高鐵 香港高鐵大家都知道 其實它應該不會超過兩百公里 沒有可能因為隧道 隧道和距離 都未凍準 現實就難在這裡 不計我們再高一點的速度 用250公里做一個標準 隧道也沒有可能 我指大陸 他說四橫線中的鐵路系統 所有的鐵路很多時候 就回到深圳現在新的站 龍華站 這個站在那裡停止了 對中國來說是沒有 對香港人來說 有些人提過去石江或錦田 一個方法 又或者實性不要 一個方法 我自己純粹我的看法 就是今天的錢 如果我有錢 我也會用 因為今天的錢去到二十年之後 當時的現值 可能剩下一半都沒有 那你用一半的價值去買 當時的價值 他們算到多少錢都好 一定是一個相對性大一點的回報 還有最現實就是 我們還有一個現實一點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減排 如果沒有鐵路 以前我們坐飛機去廣州 其實早兩天我才跟兒子聊 現在是沒有人會坐飛機去廣州 現實是這樣 而鐵路很明顯是相對性 是綠色的運輸工具 現實是這樣 如果你說沒有香港這段 是不是不行 不會死的 真的不會死的 問題就很煩 我們現在由東鐵 剛才所說的沙中線 都是一個影響 到時可能沙中線起座 都會好些 我們由東鐵兜去羅湖 然後羅湖 駁去龍華站 再駁高鐵出去 就很麻煩 我想沒有一個小時 就搞不定 現實是由西九總站到龍華站 現在是二十分鐘都不用 分別就是這樣 如果用其他方法 例如當時也有說過 建去錦田那邊的站 然後用其他方式接駁去錦田 其實有沒有 我先舉小投降 我剛才說 我沒有做生物研究 我沒有給評論 我只是說有沒有需要 如果有需要 才說去怎樣起發 我想有需要 是我自己個人的答案 其實我們想有沒有需要 其實是一個天平 當那個價值太大的時候 那是有需要 但是當我們付出的原來是說 代價太高 那個村可能有人說幾十人就算 另一件事 如果說穿過葵涌大角咀 再下西九 穿過房子的地底 一分鐘起的時候 可能不確意剷掉別人的莊 成長會倒 其實那些成本 會不會是一些新的很嚴重的 工程上的危險 我先分開兩個說法 一個是技術的 一個是經濟效益的 我們分開兩個說法 我們先說技術 以現在高鐵的深度 我們香港其實 新的歷史 舊的我不敢說 打樁都是很穩陣的 打到石層 可能是三十米 四十米都知道 但是現在我們說 這個高鐵是石層下面 很多在下面我們 攀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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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也是 第一 第二 就是今天的探陷的方法 其實相對以前是準很多 實際上 以前都暫時未試過 起鐵路 撞塌人 動樓 以今天的科技 起西鐵的時候 是否試過 那間華基工業大廈 華基荃灣 是否叫做掘錯了 然後又要買那部機 我也是聽回來 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 你的行內人可能會 我不知道 我也這樣說 如果真的有 我們叫做TBM 就是轉探工具 撞到一些不可預見的東西 他有機會放棄TBM 這是現實 但不一定是撞 因為可能是其他 因為慶民行錯路 就不能退後 就不能退後 就用原地 desassemble 然後又要建 簡直買那部機 差不多 當時是否有單位 當時有沒有這樣的事發生過 我不知道 但技術上如果真的遇到 不可預計的障礙 他有機器有機會就這樣放在那裡 這是事實 所以我回頭的技術 以今天的探陷技術 我相信 你說撞人莊柱機會率是不高的 但是你說建的時會不會有避免 我肯定有的 明白 只是糧 如果你明知道有這個可能性出現 然後怎樣去做一個補救方法 明白 才是我們要爭取的東西 工程的角度 應該是技術的角度 至於經濟效益 我剛才說過一句 今天我們叫做大概700億 批的款項 但如果再做補救的話 我想就不止700億 因為那些700億 是否沒有計算到這些東西 我當時沒有聽過他們 如果倒了一層樓 我們保證就賠回一層樓 我作為一般的工程師的知識 肯定是有遇到一樣東西 叫做contentency 即是叫做不可預測的風險 但我聽過那時候沒有 因為大國族的居民當時很吵 就是說倒了一層樓 你不是先賠回給我 但政府說不是的 我只是猜測 我只是猜測 筆幣可能不夠 我重複說 作為一個工程師的技學 就應該計算 正常是有contingency 第一 第二我剛才想說 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們有買保險 我們有一個叫做conceptorist CAR 他把那些可以預見的東西都放進去 他實際放了什麼進去 我沒有看過 但如果我自己作為工程顧問 我都有很多東西會放進去 譬如說有些東西會倒下來 風險會怎樣 實際上我們不放得好 保險公司都會問 而這兩樣東西都是contingency 我不相信他們不理 我不相信他們不理 其實如果查遠一點 說回碼頭圍45J 碼頭圍4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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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說工程設計上出什麼問題 而是人為上面 即是作了那座柱場 那座柱 那座柱 可能有個個案 我也不應該說 總之 似乎不是設計沒有想到 我們要做是怎樣監測 或是所謂的作為市民 去監測去做的時候 有沒有跟足指引 但如果工程的角度 其實應該算是V Spectre 沒錯 其實人出錯都是V Spectre之一 如果說 有個機器 轉爛了一座樓 想一層樓 但如果計算一個單位 一座樓 可能高那些樓 四五十層 現在碼頭圍 都可能二千幾個單位 一座樓 我當它四百萬一個單位 都十億八億 不單是錢 人命的商務 更加不可顧慮 對 如果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死一個人 我用Rocky剛才講的比喻 我又分開兩部分來說 碼頭圍 碼頭圍是新樓 越新的東西 記錄就越清晰 大家都同意 所以它的樓 應該很明顯在那裏 在那裏 會很清晰 第一 第二 舊的樓就沒有那麼高 大角咀 二十層 二十層 三十層 單位比較少 就是樓沒有那麼深 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它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多的樓 沒有那麼深的樓 第一 第二 我們有一個 控制的表 其實工程師裏面 有一個叫做控制的工程師 他做很多控制的檢測 即是一些控制的標示點 他譬如震動得多大 地震宜 簡單來說 他有紀錄 他那個 我們叫Settlement 坐了有多少 又有一個紀錄儀 如果突然坐得很厲害 其實有些正常的設計 就會有一個叫做訊號系統 其實這次高鐵又回到溫州 不好意思 穿插了兩件事 因為是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 它的設計上面 其實如果兩個火車的距離有多近 它就會響 這次不知為何人為上面 好像沒有理會到它 這是人為禁制的嗎 有 始終整個系統都有人 有沒有自動系統 自動剎車那類 有的 港鐵正在使用的是全部自動的 實際上高鐵也是 但是我剛才說 整個系統始終有一個人 對 所以我剛才的推論就是 培訓上不足 有些人可能不小心按了一些按鈕 可能不小心關掉軟件 內地的說法是因為打雷 然後打中了一部車 然後整個動力系統停止了 動力系統停止了 車停止了 跟訊號系統沒有影響 我剛才說 如果兩輛車的距離太近 應該自動剎車 它就會自動剎車 香港地鐵實際上 都經常會慢車 昨天我中了一招 突然剎車 它其實是慢車的 為什麼慢車呢 就是發覺有兩輛車太近 然後系統就自動告訴你 你要減速 減到沒得再減便停止了 所以在香港暫時 Touchwood這樣說 就沒有追撞的意外發生過 就是因為系統是活動的 但是要說回來 你要理解香港地鐵 它給多少錢去做培訓 以及做這個系統的提升 他們只是做系統控制 他們已經有一組工程師在 他們經常做監控 經常做測試 甚至我們因為生活水平高 我們所謂有腦鬼的列文 其實頭髮師的列文 是一向都有的 當然 以前大家有這麼關心 還有現實就是 有得來 是很坦白 因為我們所謂的 用你所謂的字眼 其實它未到頂點 只不過我們現在 影響到行車 對 但坦白說 那個追撞的事故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是否常見 還是本身是一個很罕見的情況 類似高速跌路 即是上一速度 德國、日本都發生過大意外 他們的影響通常是超速 通常是超速 日本那個超速轉彎 篩出去 撞了一幢樓 死的人數遠比今次多 遠比今次多 其實都是 最後那個司機自己 真是懺悔得來 現實就是人為 我很強調 作為工程師 我對自己的同行有一定的信心 設計上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問題就是人為上有多少的偏差 如果說人為偏差 其實已經是整個整體質素 由領導 由管理 由操作 三個層次的質素 這不是一朝一夕 今次如果你問我鐵道部 我如果可以罵他 我會罵他 實際上現在正在罵他 他不應該追得那麼快 或者走得那麼快 其實250公里 由最初的一百多公里 已經是很大的進步 或者人家的設計三百公里 都很大的進步 你沒有必要每次拖得那麼快 實際上大家現在的現實都看得回 他是放下來 都是三百公里 就是這樣 有人是邀功的頭 這件事 我們不希望在香港發生 因為香港的現實環境 就是如果有人要邀功 都可以很恐怖 因為香港地方小 人的密度是全世界最大 但是你有什麼問題的 其實很多東西都會影響 簡單來說 跌了竹爬下來 整個東九龍試過癱瘓 明白 其實我們講工程的時候 有很多角度 但我覺得最主要是離不開經濟的角度 我們都知道 香港有很多的大型基建工程在做 但很多時候都會質疑 為什麼每一項工程都這麼貴 就像灣仔繞道那樣 又好像高鐵那樣 甚至沙宗市那樣 你除了距離 基本上每段距離 它的建造費 全世界最貴 都幾乎是全世界最貴 香港人的工資很貴 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說外國 西歐那方面 我想他們的工資都不會比香港很多 但到底什麼原因導致香港的建造費 往往是達到全世界最貴 因為這個對整個政府財政 各方面其實很大影響 我們省下的費用 其實可以放在教育、醫療、其他社會 但現在就好像太多的錢 都用了一些建造 其實是不是不可避免 還有後面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會是 我個人理解有兩件事 是需要大家留意的 剛才也講過一件事 就講灣仔繞道 我剛才也懶惰了 其實剛才不失車 不過是我自己選擇錯誤 但Anyway 這個現實就是灣仔繞道由01年出了標 到去年才開始正式行動 中間這10年你猜有沒有費用 有的 肯定有的 你的原材料通脹也上升很多 不要計這些 那幫人 政府公務員 設計公司 承建公司 他請那幫人沒有炒過 另外建了地盤的相關設施 他會舊的 其實不要理通脹 那裏是一筆錢 所以這就是第一個原因 就是有些東西拖住了 他那個基建的進度 而第二個原因 我覺得是有時候 無論是政府公務員也好 設計公司也好 那個吉使有時候就不夠 又講回香港政府總部 我沒有看過內容 我說錯政府可以罵我 但不要緊 可能就是承建商最初給一個設計出來 實際上這個設計已經贏了比賽 記住 是已經贏了比賽 否則他拿不到這個標 政府有很多不同的擔心 這樣會怎樣 這樣會怎樣 然後就拖了三幾個月 如果每一個項目都拖三幾個月 這樣也挺適合的 那就是 尤其是香港的情況 不只拖三幾個月 那麼少 一拖就拖幾年 好了 那牽涉第二件事 就是說 因為不夠吉使 那個進度上有些的左營 但是那個所謂的死期 就是死的 那你怎樣做呢 加人 跟歐洲的公司說 因為真的有些料氣 歐洲訂回來的 我要你多久完成 歐洲公司就跟你很簡單 加錢沒有 第一件事我先放假 我先放假 第二件事是講錢 你這樣我放假之前幫你完成 沒有問題 我加多少倍 倍啊 那本來可能一百萬變成三百萬 可能變成五百萬 你見到很多項目都是這樣 成建商沒有理由幫你付 那成建商會跟政府說 因為你的設計上的改動 我現在出一個叫VO Variation Order 即是附加的項目 那附加項目有沒有人會蠢 所有的附加項目其實都有很現實是給你賺錢的 百分之十五也好 百分之三十也好 那就賺錢了 那本來有一百萬變成三百萬 再加上附加 譬如三十個百分之十 變成三百九十萬 那相差就是二百九十萬 但你說這些基建工程鹽誤的例子 而在外國不會有 例如外國很多民主社會 他們的公民意識都很強 我想司法覆核都未必是很可見的事 那其實是否外國其他情況都會經常出現這些基建鹽的例子 我又說多一件事 我們有個中心叫社建 和社民廉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總之叫社建 全名叫社區建造及工程專業發展中心 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要將人對工程師或者測量師或者建築師的信心提升 外國很多時候專業人士的信心是有 在香港專業人士的信心是被話事人按得很低 所以竟然是這樣 有時候就出現這個問題 但我很信任工程師 多謝你 當權者也不知道 但是香港工程師或者建築師的水平地位應該要提升 希望大家給他們一些信心 做快一點的決定 如果一個工程師好像黃先生那樣 肯對著觀眾解釋那些工程有什麼安全的要注意 那些細節一定提升得很快 我希望可以做到 今天我們都沒有機會講到安全 因為都講了很多 有機會講到高地 有機會再請黃博士回來和我們再分享 今天就和大家談談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再見 多謝 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